广东富豪告诉我的秘密 想要赚大钱 必须跟着美女走 疫情三年了 如果你还没赚到钱 我建议你一定要多看看美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女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美女才是经济的风向标 二十年前你随便去银行 商场 星级酒店 到处都是美女 现在却很难看到漂亮的小姐姐 她们的服务态度越来越好 但身材颜值却断牙式下滑 原来飞机上年轻漂亮的空姐 现在也在慢慢的变成阿姨 美女的流失 说明这些行业在慢慢萧条 二十年前美女都在房地产 十年前美女在互联网金融 五年前在银行和券商保险 美女作为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 哪里有美女钱就会流向哪里 而现在美女都在你的手机里 在你的抖音短视频里 所以现在短视频就是最大的赚钱风口 如果你到现在还迷茫没有方向 推荐你多看看抖音主青鸟商圈 抓住这次风口机会做点简单 而且长期稳定的赚钱小项目 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创业者 只要用心做一两个月底德国打工人一两年 如果你想干点属于自己的事业 不想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建议你多关注一下青鸟商圈吧